狗狗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之一 主人们都会尽全力照顾好自己的毛孩子 但是,当狗狗感到不舒服时 它们并不能像我们一样说出来 因此,作为狗狗的主人 我们需要留意它们身体的警讯 以及提早为它们接受治疗 今天,我们就来谈谈当狗狗有十个动作时 代表身体不舒服的警讯 首先,当狗狗一直舔自己的身体时 它可能有皮肤病、虫子、湿疹等问题 其次,如果狗狗没有食欲或是饮水量大幅减少 那可能是它们罹患肾脏疾病、消化系统问题等疾病 再者,如果狗狗突然变得特别挑食 或是拒绝进食 那可能是口腔或牙齿的问题 此外,如果狗狗出现了频繁呕吐或腹泻 那就需要主人立即带它们去看兽医 因为,这可能是狗狗罹患了感染或消化到疾病 还有,如果狗狗经常举起后腿 或是蹲下去又立刻起来 那可能是泌尿系统的问题 另外,如果狗狗的耳朵和眼睛经常有分泌物 那可能是它们罹患了耳部和眼部疾病 还有,如果狗狗一直在打喷嚏 咳嗽或是有呼吸急促的现象 那可能是患有呼吸道感染或是心脏疾病 此外,如果狗狗突然变得特别疲惫 没有精神 那可能是有感染、发烧等病征 第六个动作是腹部膨胀或呼吸急促 狗狗腹部膨胀 呼吸急促可能是胸腔内的压力增加 造成心脏负担加重 也有可能是消化系统的问题 例如肠胃炎或肠胀气等 这个症状若持续,建议赶快就医 第七个动作是咳嗽或打喷嚏 咳嗽或打喷嚏通常是呼吸道或鼻腔感染引起的 如果狗狗长时间咳嗽或打喷嚏 就需要带它们去看医生了 第八个动作是口鼻分泌物增加 如果狗狗的口鼻分泌物增加 可能是感染引起的 也有可能是狗狗的身体在排毒 但是若症状持续 建议去看兽医 第九个动作是行动不便 如果狗狗行动不便 可能是关节疾病、脊椎疾病或者是中风引起的 这个症状如果持续 就需要去看兽医做进一步的检查 第十个动作是 呼吸困难 如果狗狗呼吸困难 可能是心脏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或者是气喘等问题 如果狗狗出现呼吸困难的症状 一定要赶快去看兽医 狗狗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之一 我们应该好好照顾他们 当我们看到狗狗出现身体不适的症状时 不要掉以轻心 要提早带他们去看兽医 让他们尽快得到治疗 这样才能让他们健康快乐地陪伴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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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